你去吧 这是我订购的湿巾和尿不湿吗 不是的 你的申请医院还在走流程 姜牧 我怎么就跟香思走到了这个地步 香思 来了 我跟你带补品来了 医院里有月子餐 你拿这些来做什么 这月子餐吃的是专业 而我这个呀 吃的是爱心 对了 香思 你爸爸 应该还不知道你生宝宝的事吧 不想让他知道 所以 才务必要紧张对外瞒住我生宝宝的事 不好意思啊 都怪我 不应该提这些让你担心的事 今天我们不聊不开心的 来 喝碗红豆汤 听说呀 吃适量的红豆 可以加速对肠后的恢复 谢谢 你说 说我的宝宝小明就叫小红豆好吧 小红豆 相思生红豆 好 月夜 这碗红豆汤没加糖 我 我和红豆汤从来不加糖 你怎么知道 乔乔 再过十分钟 你帮我把这个带给相思的 并且 别说是你熬的 对吗 好吧 我承认 是我特地问的珈牧 他知道你不少饮食习惯 他真的对你很了解 连几年对我的口味 都不一定了解得这么细致 像珈牧这样的男人 真的不多了 不是不提不开心的事吗 你要是再当许珈牧的说客 可不欢迎你再来了 我和锦年 错过了十一年 现在我才体会到 如果当年 我跟锦年能够彼此坦诚 就不会有这十一年之痛了 总之呢 作为好朋友 我还是要提醒你 好好证实你对珈牧的感情 但是你没结婚的事 我还是会为你保密的 你认识他吗 不认识啊 怎么回事 他刚刚手伸进你包里偷东西 不要去给我喷人啊 小心我告诉你 我说的都是真的 不信你可以万问大家 你们都看到了对吧 你们 做什么啊 多管闲事 小舅 干嘛 大小偷 过来 老实点 你们给我搜开 走 走 走 你没事吧 没事 这应该不影响我英雄救美的形象吧 这要是放在古代 你可是要以身相许的 小红豆 小红豆 终于见到你啦 怎么这么可爱啊 这眉眼 好像珈牧啊 真的不是珈牧的孩子吗 陈总 您来了 公司开的网剧 爱你是我的地老天荒 女主角不是乔义 她没当妻吗 她有当妻也有意愿 但是她最近太昭黑了 平台不喜欢她 所以跟平台磋商过之后 我们决定把她换成 你问过我吗 换回她 秦总 乔一是三合捧出来的艺人 您跟她有私交我能理解 但是你也不能 把眼光只放在乔一身上 就忽略了三合家其他的艺人吧 总之我要换人 换回她 或者换掉你 我没意见 毕竟 你在慈善玩意上的表演 实在是精彩 已经有很多股东 对我雇佣你很有意见了 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天哪 传四 我给你断了补品 对你的身体好 像珈牧这样的男人 真的不多了 作为好朋友 我还是要提醒你 好好证实你对珈牧的感情 只剩责脸 许家儿媳这个位置 也不适合 放我自由 就是爱给我最好的种 这无能为力的眷恋 要怎么兑现 如果你的转身是序言 如果我的坠强是不严 是否都在等着 谁说留在我身边 今天我看到相思姐的宝宝了 肉嘟嘟的超可爱 我们的宝宝出生后 一定更可爱 今年 等我们以后的宝宝出来呢 就把隔壁内间客房改成婴儿房 把墙壁刷成蓝色 还要给我们的儿子啊 买好多好多的变形金刚 是女儿 你怎么知道是女儿 是儿子 女儿好 女儿懂事 我喜欢儿子 长大之后还能保护我 你呀 有我保护就够了 今年 等孩子出生之后 我们给他买好多羊奶喝好不好 听说羊奶有很高的预养价值 不喝奶 喝豆浆呗 预养价值更高 什么呀 哪有孩子出生喝豆浆的呀 我的孩子出生就喝豆浆 是吗 是吗 那我看看 你脑子里装的都是什么 是豆浆还是浆糊啊 都是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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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